例如說,我講齁 想得远远远远远,正来退射 好,那么由美之后 是由美的啊 同时是由美的记录 苏醒的日子,泪眼薄梭 那你能帮我翻译一下吗,好不好 旧相簿 古いアルバム 那 轻轻的说声,好吃 美味しでつぶやいた 很棒哦,OK 浮现你的 你的 你的什么 不要样子,样子你会的,所以我就不要讲样子了 浮现 浮现 那个回忆好了 那个回忆 浮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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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忆 思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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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你這樣反應上這樣很棒喔 反應上很棒喔 因為基本上 這些字要能夠組裝起來 其實算是有難度的喔 等我一下喔 然後你能這樣反應我覺得這樣 這樣算不錯囉 看一下喔 月光山山在哪裡 月光山山 有沒有我們單純把這個字拿出來有沒有 思いで 就單純回憶有沒有 然後 浮現有沒有 嗯 對 所以只要這首歌你熟的話 裡面的單字你其實反應很快喔 而且我剛才講的是所謂的日翻中 更正 中翻字 其實難度很高喔 OK嗎 可以齁 好 那我想一下齁 嗯 好 不管是 放晴的日子還是夏日的日子 我都會翻閱著舊相簿 隨便亂講的喔 你懂意思嗎 所以這樣是正確的就對了 是啊 中文不就是這樣子 日文也是一樣啊 OK 對吧 字就在這裡了 你只把它兜起來 然後再產生一個詞 這樣OK嗎 好 可以齁 OK嗎 OK 嗯 嗯 你的回憶 不是 你的笑容即使褪色 來試試看看 嗯 嗯 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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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 嗯 然後呢 然後呢 對對對對對 這樣OK嗎 那 後面接什麼 就是我們後面學到的 再把它兜起來 我跟你說齁 你能講出這樣的日文 沒有人相信 假設Middle你是從頭跟我學的話 沒有人會相信你只學了三個月四個月日文而已喔 然後那個假象瞬間就被製造出來了 然後那個假象就會變成 喔你怎麼那麼厲害 有沒有 那 但是它的技巧在於就是 我們用簡單的文法去做延伸 只要你延伸的夠多 你的反應就越快 只要你能越快 你的日文講的就沒有所謂的 嗯 結巴的狀況出現 就變成不就很流暢的日文嗎 嗯 對 對吧齁 那我們一直這樣說齁 欸 基本的我交給你了 那我也告訴你怎麼延伸的 練習就要靠你自己了 那 你可以從這邊自己去兜啊 欸 老師我可不可以說 總是 嗯 浮現 浮現 浮現不能浮現我的笑 浮現我笑的怪怪的齁 總是浮現 下雨 下雨天 的回憶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一直嗎一直嗎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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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浮現不能浮現 為什麼沒有浮現 沒有浮現 嗯 嗯 嗯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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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下雨天 下雨天 怎麼說 雨 嗯 下雨天 的回憶對不對 對 的回憶呢 雨天 嗯 嗯 嗯 漂亮 注意看喔 一直母你要講兩次也可以嘛 對不對一直母一直母 嗯 不可不 雨天 的回憶 的回憶 有沒有覺得好厲害喔 因為我自己這麼厲害的 有沒有感覺 感覺好像很寫詩 本來就很寫詩啦 這樣有沒有覺得 欸 其實日文 在於你使用的靈活度 不是在你背很多單字 OK嗎 嗯 Mindley我跟你說 Mindley我沒有跟你講說我是英字文精通的 有 有齁 我的英文其實單字量不多 了不起頂多一千個單字以內 了不起啦 我認為大概五百到一千 這個範圍蠻大 五百到一千 可是我可以表達很多不同的語意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五百到一千我很熟練 你知道嗎 嗯 嗯 我的反應來自於我的熟練度 不是我天生的 是我 一直每次就在想這些詞 所以我的反應會很快 你看喔 這歌詞我交給你的 然後我現在隨便多一多幾句 是不是出現 哇 不一樣的感覺出現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從裡面的歌詞一直抓 一直抓 OK嗎 OK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來謝謝你 OK 好來那個張英來 張英我們試一下齁 我們把上 就是想說最後一次我們淚光閃閃 來張英來 總是浮現下雨天的回憶怎麼說 一直毛一直毛浮現 我總是在尋找你的笑容 OK嗎? OK OK 可以齁 來 注意看齁 我總是在尋找你的笑容 來 我給你中文齁 注意看齁 總是尋找你的笑容 那這邊要稍微 欸 笑容 OK齁 你要稍微注意一些事情齁 日文有一些地方是跟中文顛倒的對吧? 嗯 對 對 那我們這邊有學到一個叫尋找身影嘛對不對? 對對 所以尋找你的笑容在日文的表現應該變成怎樣? 嗯 就是 嗯 對吧 那你的笑容呢? 嗯 嗯 對吧 那你的笑容呢? 嗯 嗯 好 那總是在尋找你的笑容怎麼說? 嗯 嗯 一直も一直も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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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關係 你不要想 你不要想 你如果在腦袋裡面轉的話你會打結 嗯 我跟這樣一個概念齁 我們沒辦法 因為人的智商跟反應都是不同的 那我們要降低這個天生所造成的那個差別 所以我教你一個方式 用看的 嗯 不要在腦中轉 因為天才跟一般人的腦筋反應速度會差很多 但是我們就用看的 我們可以提升那個反應喔 我是不是在這邊給你了對不對? 對 對吧 那你就按照這個順序來 但是我剛剛有提示你 這個地方 是不是要顛倒的翻? 喔 那個在前面 喔 對吧 所以這是 你懂嗎? 先理解用看的 再慢慢變成你的習慣 OK嗎? 嗯 好 來 總是尋找你的笑容怎麼說? 一直以後 一直以後 這樣變快了 對 你不要在腦海裡面 我不知道你剛剛有沒有翻白眼這樣子在思考 如果有 代表你在腦袋在轉 一定轉很慢 這轉很慢 所以我要告訴你 我的日文都是用看的 不要轉的 OK嗎? 那我再來喔 我再來喔 注意看喔 下雨天 注意喔 我 我 總是尋找你的笑容 來 等一下喔 為什麼會有那個 你剛剛多一個 對不對? 對對對 有需要加那個 嗎? 不用不用 假設我寫下雨天 也 OK齁 也總是尋找你的笑容就可以嗎? 那我現在沒有那個 對不對? 對不對? 對 對吧? 所以就不需要加那個也對不對? 然後呢? 雨天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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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的 畫面 那我的總是怎麼不見了? 一直不見 對對對 沒有錯沒有錯 就是這個意思喔 等我一下喔 我來做一個 紀錄給大家 等我一下喔 等一下喔 我 我做一個紀錄給大家 等我一下喔 張藝有沒有發現 哇賽 我的日文詩詞 我日文已經具備有詩詞歌附的能力了 有沒有那種感覺? 有有 有了齁 而且 而且只是 只是 學個日文兩三個月就可以搞定了 沒有 好 我現在把它變成這個 然後等一下給你們 變成你們的講義 下一天我總是尋找你的笑容嘛 對不對? 對 對 那我剛剛還有請同學翻什麼 我也忘記了 哈哈哈哈 好 OK 來這樣是不是OK了? 嗯 你還有沒有什麼可以照的? 下雨天我總是尋找你的身影 可以啊 下雨天我總是尋找你的身影 嗯 漂亮 這樣可以喔 再來我再想了一個 來 嗯 OK 來我想到了 下雨天 你的 笑容 笑容 就我們把它變成很四十歌夫的感覺 很有意見的感覺 你的笑容是我的 我的習慣 可以嗎? 好 不是私は 我的 習慣 我的 習慣 癖 嗯 這樣可以嗎? 可以可以 雨天 你的笑容是我的癖 感覺很奇怪 不太講什麼 對 因為他很有意見 有沒有 已經是我們自己講的啦 已經是我自己講的 這樣可不可以變成很漂亮的 我個人喔 癖這個詞是不太好聽 因為屁號不太好聽嘛 對不對? 那個沒有關係 這個OK 雨天 你的笑容是我的癖 可以把我們第一課放進來 嗯 是不是可以對不對? 對對對 對吧 那就變成 變成一個很有意見的感覺 OK齁 嗯 好 我想到一個詞來 注意看囉 我的習慣是 下雨天 尋找 最遠的 那一顆心 嗯 我 我 就是 嗯 雨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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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有沒有覺得OK 可以齁 那慢慢的我們引進 我們把第一課的東西導入進來 第一課我們有在教一件事情就是 告訴你誰是主角對不對 對 那主角的那個要加一個什麼樣的住詞 我 對 這樣可以看得懂齁 OK齁 那我們知道說屁股要加一個 DES對不對 這是我們第一課所教的 對對 然後物品跟物品的中間可以用什麼連接 對 這就是我們第一課所基本的概念 然後應用到淚光閃閃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子 再一次來 我的習慣是 下雨天尋找最能的那顆心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 記不記得我們在教淚光閃閃的時候 曾經有教過一個 你 對 住詞 時間你對不對 對 那下雨天是不是時間 下雨天是時間 對 是不是時間 對 那懂意思嗎 可以齁 那因為我們 這下雨天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試看看OK 好嗎 好 那我的習慣是 下雨天尋找最能的那顆心怎麼說 等一下 所以主角是誰 所以主角是誰 主角是我的習慣 對 這樣OK嗎 對 對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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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ama 阿 阿沒 阿美 阿美 阿 near 阿美 阿美 bor 阿美 阿美 這個OK 這裡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空要可以理解 所以我的習慣是在下雨天尋找最遠的那顆星 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一番防止に探す 那這樣有點不太對 剛剛我們是尋找最遠的那顆星 對不對 這邊把に拿掉會比較好一點點 一番防止探して 這樣OK嗎 OKOK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點 一番防止探して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OK好 來張一謝謝你 OK 謝謝 我來問一下 來 淑青來淑青早安 淑青 淑青早 淑青有幫我講話嗎 老師早 我用手機在上課 沒關係沒關係 剛剛有沒有發現這些詞 大家好厲害好會翻有沒有 有 有 但是我 我不熟 你的不熟是你這首歌不熟還是這個翻譯 我沒有複習很熟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說這首歌你熟不熟就這樣子而已 熟 有嗎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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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說你剛剛同學們講的詞你沒辦法跟上是不是 對 因為我自我自有問題我沒有複習的很熟 沒有沒有沒有 至少是你說我大概知道 你是不是懂我意思 我沒有在責備說你複習的不是不是這意思 就是說這些歌詞我們已經會了對不對 已經唸了大概第五週了嘛對不對 第五週 那他的單字我們是不是很熟練了 對吧 很多單字所以 沒有沒有 記後面前面就忘了 這是最不可能發生在我課堂的事情 這是最不可能 那為什麼你會發生 所以我要找出那個問題所在 首先我問你喔 你歌你有沒有放出來聽 有 阿有沒有拿出來唱 有啊 有 那就不會有這問題啦 嗯 但是你的問題在於什麼 來我大概我大概猜一下 你問題在於這裡 等一下喔 你的問題在於這個地方 等一下喔 這是我猜測的啦 所以 學了後面 忘了前面對不對 對 好來 那我認為你沒有 假設你剛剛跟我講 都是都有 都有出現就是 你有唱歌 你有把它拿出來 練一下對不對 基本上這不會發生 來 請你幫我 念一下好不好 來 來 古いアルバム も めくり 等一下 再唸一次 這邊再唸一次 這邊再唸一次 慢慢來 古いアルバム アルバム アルバム めくり ありがとう て しぶやい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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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來 來 いじも いじも もねららか 好 來 念了幾句之後 蘇清我大概有發現一個現象 你應該沒有拿出來常常唸對不對 對 好 你有唸過幾次你有印象嗎 這五週下欄 有沒有超過五次以上 有 但是老師 那時候我跟妳講 我只是看懂五次音 有的那個什麼 點點啊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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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蘇清我跟妳說 大家都一樣 現在你看到這些同學都從零開始了 蘇清你比較有程度喔 你程度比他們好喔 我跟妳坦白說 我現在不是在虧妳喔 我說妳程度比他們好 那為什麼妳會看不懂 因為妳用舊的方式來上我的課 妳還在認為說 我一定要看懂這些詞 我才會念 不是 アルバム 它的長相就長這樣子 所以妳不是去記 這個點點叫做巴 不是 看到這個音就叫阿ルバ 不是 阿ルバム OK嗎 嗯 那 給它放歌出來給自己聽 你不要單純說 這個字我不會念耶 不是 這個字叫做 紙布亞伊達 紙布亞伊達 有點像什麼妳知道嗎 有點像這種感覺齁 輕輕的 嗯 輕輕的齁 我們都輕輕的齁 這是一個國字 上面叫做注音符號 難道妳的國字一定要有注音符號 妳才會念嗎 哦 不見得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意思是說 我把這個注音符號的概念拿掉 我只告訴妳這首歌 前面叫做 翻開舊相布 輕輕的說聲謝謝 對不對 對 所以妳就會知道說 阿ルバム叫做 什麼 輕輕的 阿ルバム叫做什麼 那個舊 那個相布 相布對不對 對 我就是這樣問妳 然後妳就會知道 因為它叫阿ルバム 就是我們前面幾週在做的動作 就是在做這個鋪梗 到我們現在第五週 這是第六週 妳才有辦法做到 我現在希望妳能夠 呃 能夠講出來的日文 因為前面幾週我就在鋪梗 鋪什麼梗 讓妳對這個歌詞很熟很熟 那妳就是拿出來念一次 像我們之前不是一直讓同學 一直在做翻譯動作嗎 對 一起念嘛齁 那剛剛我發現書記 妳唸了會咬舌頭 那有可能妳沒有多多拿出來唸 跟多多拿出來唱 嗯 在唱的過程當中 在唸的過程當中 就在訓練妳的口說能力 嗯 對 那努不努力是一回事 就是妳只要有願意做到說 至少每個禮拜我們拿出來歌詞唱一下 唸一下 妳的口說絕對不會太差 嗯 那第六週的就是最後一週了 我就希望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 妳覺得很厲害的現象出現了 有沒有 嗯 所以妳看齁 我剛剛是忘了做這個筆記給大家 現在我做出來吧對不對 我現在跟妳說啊 這個我拿去 我跟妳講齁 拿去給考到N3了 N3也可以啦齁 N2可能也許會啦齁 他們會翻不出來齁 嗯 拿給N3 我覺得N1也不行 N1勉強 我認為N1是勉強齁 可以達到翻得出來喔 嗯 那其他同學只學了三個月日文 頂多四個月日文而已 他們就可以翻得出來 有沒有 那俗清不是他們很厲害 是他們按照我給他的筆 一步一步慢慢來 所以基本上 只要妳有做到 要翻得出來 其實是非常容易的 OK嗎 嗯 啊那不要給自己太壓力 就是妳只要記住 日文是拿出來念的 然後還要講中文給自己聽 這樣妳的程度就會跟得上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不好 嗯 好OK齁 好來不要緊張齁 那我問妳喔 我只問妳一句話 來 我的習慣 日文會說嗎 习惯 习惯 嗯 好 好妳好 老師習慣怎麼講 是我問妳 怎麼妳問我呢 哈哈哈哈 我忘了那個單字 來 我們台記說耶 妳怎麼很漂亮 妳怎麼很漂亮 我當然是 沒有 妳用台語思考一下 我們台記有一句啊 妳的屈什麼 妳的屈什麼 屈什麼 妳的屈小啊 屈小啊 喔喔喔喔 記得了記得了 妳看妳會反 嗯 所以我的習慣怎麼說 屈小 不要緊張 我的習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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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對 我的習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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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就好了 我的習慣 我的習慣 嗯 那妳就好啊 對吧 那 因為喔 我們第一課就在教 誰是主角 誰是主角 就讓妳理解這個文法 我們第一課在講 很簡單 我是妳老師 我是妳的老師 那為什麼會有我 因為我是主角啊 對 這在我的第一課 我們要教給同學們的 然後呢 字尾是加des 對不對 嗯 對吧 然後中間的就是no 我只教妳這件事情而已 就這三個 那這三個的應用方式 就在教我們淚光閃閃 就會產生 這麼好的 效果出現 我的習慣是 現在已經尋找最遠的那顆 我忘了說誰的字 那一顆心 有沒有 嗯 妳注意看喔 對喔 注意看 我用淚光閃閃裡面的歌詞來造句而已喔 注意看喔 私の癖 這是我的主角嘛 對不對 癖は 對不對 雨の日 に 對吧 那一番 帽子 探して 這全都是我們淚光閃閃裡面的東西 那我最後再加個des 給詞進來而已 雖然這後面我說過 後面這裡啊 其實是 文法是不對的 這裡文法是不對的 但是 是可以這樣子講的 OK嗎 可以 私の癖は 雨の日に 一番帽子探して 這樣就可以啦 嗯 那是最遠最早 我們都不管嘛 就拿進來就可以 OK嗎 可以 所以我要教的是你們的深度 而不是範圍廣度 我要教你很深的應用方式 那他的 他的 必要條件就是 你要拿出來 唸給自己聽 然後講中文 這樣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加油喔 慢慢來 不要緊張 謝謝你 OK 好來各位 淚光閃閃部分 我先講到這邊 好先講到這邊 等一下 我把它閃掉 好 那這個我有把它存下來 各位我跟你說 就這幾句 如果說 一般會日文人 基本上是不太會翻 不過N5 N4 N3 我覺得他們應該翻不出來 到N2跟N1 我覺得是勉強 我覺得是勉強 OK 可是學了三四個月的同學們 你們是很容易都辦得到的 好 回到我們的第一課這邊來 回到我們第一課來 來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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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